中文靈畢 詞曲 李宗盛雄 李宗盛雄 我是鄧佩容老師一之一的丁詩洪老師好 我是動物科技系統 所以你們不在我身材 有一點點觀點嘛 那今天我更有容器的 我先把我的口罩先攔下來 副佩隆老師知道他過去30多年前影響的學生 現在回來台灣當教務長 已經想到影響下一代的我們年輕的朋友 今天其實這個場合非常的特殊 我在各位同學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修副佩隆老師的哲學學生 每個禮拜到共同教師的101大講堂去 每個禮拜就經過一次的這個哲學的省思 人生的省思 什麼是我們的終極關懷 同志在他的弟子到處去 祝有列國的時候他的思想 他的學生連回他的這個哲學思想 那很多時候他也講西方的哲學家 很多時候他也講西方的哲學家 譬如說他最喜歡講的是蘇格拉里 蘇格拉里怎麼樣來詢問所有的人 自己藉由問題的方式 回答問題的方向的這個互動 怎麼樣把整理自己相信的這個 choose慢慢的顯現出來 那我剛好又是一個基督徒了 每個禮拜到這個上天面前懺悔 每個禮拜到這個布北龍老師的這個課堂上來思考人生哲學 所以在那段時間我自己都感覺上 那是我人生最愉快的一段時間 因為每個禮拜來上課之外 那布老師又是一個很多產的作家 他寫了好多好多的作品 然後我們就買了看來上課 整個在台灣大學的這個學習變得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呢 十一十幾年前我就有邀請 傅老師來跟同學演講 後來傅老師呢 答應去那個我們的新生 入門書院裡面對著 四千個同學新生來演講 講一下這個到大學的這個生活 那所以傅老師他的背後這些我不太想介紹 因為他的偉大的表現 他傑出的表現 遠比那個文字上可以形容的要多很多 例如說他除了當哲學學教授之外 他的這個教學是獲得教育部班證的這個特優的教學獎 然後其實對於群眾 對於台灣民眾的影響 那甚至對於中國大陸 好多好多人的影響都非常之大 那這個是我們當一個教育者的一個胸懷 希望能夠影響更多的人 那因為這個講座是人文以科技的對話 那這個傅老師就希望能夠來講一講莊子 那莊子的應該說莊子的科技官啊 跟他的哲學官啊 他們之間的interaction 那他會講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我也能 我其實內心是抱著非常期待的一個 一個粉絲 來今天來課上 希望再度的聽到這個我們 富貝爾老師對我們這個人生的開示 那我們是熱烈掌聲來歡迎福老師 為什麼選這個題目呢 我選擇了科技官與人文官 將近五十年前 1972我到台大念碩士班 那個時候接觸兩本書 第一本是英國哲學家 他所寫的《科學與現代世界》 我是學哲學的 對科學呢 隔得很遠 所以這本書裡面吸引我的是一個觀念 他就探討說 為什麼近代的科學革命在歐洲出現 而沒有在其他地方 那麼其他地方最主要相對的是指中國的傳統 同時看到另外一套書 是李約瑟 英國生化學家李約瑟所寫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由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十幾卷 裡面的第二冊就談中國的科學思想 我先說一下第一本書給我的啟發 為什麼《科學革命》 就是西方在十六、十七世紀出現科學革命 從此以後就領先整個世界到現在將近五百年 為什麼在西方出現 看了之後就覺得跟我們平常想的不一樣 《科學革命》他說 《科學革命》在西方出現 是因為西方人已經準備好的科學心態 科學心態怎麼來的 他提出三個來源 你先聽聽看 第一個希臘悲劇 你想希臘悲劇這不是文學作品嗎 但是希臘悲劇的內容是什麼 它不是裡面的什麼帝王將相這些主要的人物 希臘悲劇的真正的主角是命運 就不管是誰 你碰到命運你只好讓步 像最有名的希臘悲劇是伊利帕斯王 伊利帕斯王是一個正直的人 但他要接受他的命運 要犯下人類歷史上所能想像最可怕的罪惡 殺了父親娶了母親 在雅典是露天的劇場 幾千人在看 底下的劇情慢慢在演變 所有人都說千萬不要千萬不要 但是命運的安排是不容你 人去想像、情感、意願 通通沒用 該發生的照樣發生 所以這個命運就慢慢轉變成 物理學上的所謂的定律 沒有人可以改變 比如我們是農夫 現在需要下雨 老天不會因為你需要下雨 他就下雨 你再怎麼祈求祷告都沒有用 自然藉由他的規律 原來這是從古希臘時代的命運 就開始修煉他們的思想 第二個來源是什麼 羅馬的法律 你說法律怎麼跟科學有關係呢? 因為羅馬的法律是很標準的演繹法 大原則確立之後呢 所有的細節完全可以掌握 就是我們常說的 什麼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任何人只要犯了法 他都可以按照整個法律的條文 加以掌握 天網會會 說而不失 第三個更讓人詫異的是 中世紀的宗教信仰 怎麼宗教信仰也跟科學有關呢? 他就是鍛煉你的 人的思維的模式 中世紀的信仰有什麼特色? 他們信仰的統稱基督宗教 當時事實上是天主教跟東正教 因為今天所謂中文翻譯的基督教 是1517年 宗教改革之後才出現的 而在中世紀一千多年 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在歐洲這一部分 他們都讀聖經 聖經裡面有些觀念 上帝安排了就定了 人怎麼樣的去情感上、意願上 有什麼想像的需求 通通沒用 就好像耶穌說 沒有上帝的准許 一隻麻雀都不會掉地上 另外一句話更讓我印象深刻 沒有上帝的准許 一根頭髮都不會掉 所以我頭髮掉的時候 我都心甘情願接受 知道這是上帝的同意的 像這些就是中世紀的信仰 訓練你 讓你把個人的主觀的意願降低 所以基督徒很容易就有這種想法 任何事情發生了 都說上帝的意願就這樣做吧 跟人的這種想法可能千差萬別 但是既然上帝這樣要求就這樣做吧 所以三個來源 希臘悲劇、羅馬法律、中世紀的信仰 慢慢陶寫西方人的心態 到了近代出現了科學心態 這觀念是很難得的 一般叫做scientific mentality 這種心態要培養出來 那真是太難太難了 譬如我們今天以華人世界來說 一般來說比較少這樣的心態 我們看連續劇 看到說這個悲劇要上演的 就寫信給導播 跟他說千萬不可以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導播從善如流 為了收視率就調整一下結局 絕大關係 這就是缺乏科學心態的一個特色 所以這是Whitehead給我的啟發 知道說為什麼科學革命在西方出現 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相對來說另外一本書 就值得注意了 李約社所寫的《中國是科學與文明》 因為它裡面就充分證明了 中國的科技技術 在1500年之前的1500年領先全世界 這也有道理 因為中國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版圖 歷代只有朝代的更迭 而沒有整個民族的滅亡 跟西方很多小國 古希臘的城邦 後面是有一些帝國 不斷地在產生或消滅不一樣 所以中國的技術應用有連續性 不斷地在發展 所以李約社的研究 他是研究生化學的化學 他就用化學的方法 叫做低定法 Tetration 來測定每一種發明 誰最先誰其次 結果他就證明 中國的技術領先全世界1500年 但是到了16世紀的時候 17世紀的時候 被西方科學革命超越之後 一直超越下去 李約社他也知道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思考這個問題 就特別有意義了 你看前面1500年中國的技術 科學怎麼樣在以前談不上太多 有真正的所謂的科學精神 是科學革命之後才普遍出現的 那你就可以了解了 而李約社所寫的書一大套 15本以上 第二冊專門講科學思想 當時我看得很差異 為什麼 李約社說中國的科學思想 來自於道家 你聽到會覺得 真的是很奇怪的 怎麼會道家呢 儒家的思想是入世的 要跟政治盡量配合 透過教育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所以基本上儒家是比較遷就 現實的需求 人的願望 而道家我們一般會以為比較超越 像莊子第一邊 逍遙遊 你就覺得好像跟實際的生活需求 有一段距離 讓你修煉之後 可以讓心靈求得自由逍遙 你不會把它跟科學連在一起 但是李約社寫中國的科學思想 就直接說 老莊的思想 他還特別用一邊 莊子的原文做材料 莊子有一邊叫支北遊 在外邊裡面最後一邊 支北遊 裡面就提到 有一個人問莊子 你一人到晚講道 道在哪裡 我們平常思考的時候 都會有非常落實的一種現象 什麼現象 你聽一個人像莊子 經常說道多麼偉大 那你當然想知道道在哪裡 莊子的回答很簡單 無所不在 標準答案 我簡單對照一下吧 讓大家比較容易了解我在說什麼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有一個朋友在香港教書 他跟我說 他女兒七歲的時候第一次坐飛機 他帶她坐飛機到天上之後 他女兒一直往窗外看 好像在找什麼東西 他就問他女兒說 你在窗外看什麼 他女兒說 我在找上帝 爸爸問他說 你怎麼會在坐飛機的時候 看窗外有沒有上帝呢 女兒就說 因為在學校裡面 老師說上帝存在 我們就問老師 上帝在哪裡 老師看到小朋友 在念小學 那怎麼跟他講得清楚呢 就跟他說 上帝在天上 所以他第一次坐飛機到了天上 他就要找 看有沒有上帝 爸爸聽了 心驚膽戰 心裡想 萬一找到怎麼辦 找不到的 老師說在天上 只不過是讓孩子 不要再繼續問而已 事實上 地上天上都是相對的概念 上帝是什麼 無所不在 跟莊子的回答一樣 上帝是無所不在 上帝是無所不在 我們看一下莊子的原文 你看看就知道 原文的第一段 莊子知北游 莊子寫文章 很多人都是假名字 東郭子問莊子 莊子 莊子是真正的莊子 東郭子是他隨便取一個名字 他一定常聽莊子提到道 很好奇 你們道家講道這麼偉大 道在哪裡 莊子說什麼 無所不在 但是自古以來 不要說我們道家 全世界都一樣 真正的最偉大的超越的神 一定是無所不在的 他怎麼可能在一個地方呢 因為在一個地方的話 那個地方很明確 他一定是有限的 你說西方極樂世界 那跟東方無關 很多人喜歡開玩笑 說你要找阿彌陀佛 一定要到北方找 為什麼 因為今天剛剛都寫著 南無阿彌陀佛 所以你要往北方找 像這個都是一般人的想法 什麼東西存在 一定要有地方 事實上呢 道無所不在 這一次他不肯輕易放過 就堅持問 請你一定要說清楚 莊子只好說了 給四個答案 第一個在螺蟻 在螞蟻身上 聽了嚇一跳 一般都以為道應該在 什麼昆仑上啊 至少在什麼偉大的地方啊 那怎麼在螞蟻身上 一腳可以踩死好幾隻啊 他說這怎麼那麼低呢 他就說在堤拜 堤拜就是雜草 在雜草裡面 剛剛螞蟻還算昆蟲啊 還算動物啊 天然變成植物了 說怎麼越說越低呢 他就說在瓦塊裡面 雜草算植物 瓦塊變成礦物 說怎麼越說越過分呢 最後在死尿裡面 在排泄物裡面 這個人不敢講話了 我把他原來的資料 把他說完 莊子就說 你的問題 本身就沒有想清楚 道無所不在 他就舉個例子 有一個官員到市場上 問一個賣豬的人說 哪一隻豬最肥 結果呢 這個人就說 美下育礦 我們今天講美礦育下 大家都知道情況 社會發展 經濟怎麼樣 美礦育下 莊子說的是 美下育礦 什麼意思 用腳踩豬的腿 越往下踩還有肉的 代表這個豬越肥 這是美下育礦啊 那你說 問你倒在哪裡 怎麼講到賣豬呢 怎麼講到踩豬的腿呢 他要說的是什麼 你用腳踩任何地方踩都是道 道無所不在 所以他用這個古獸 檢查豬的肥獸的方法做比喻 說你用腳踩任何地方踩都是道 最後是莊子思想的特色 道在哪裡 他給四個答案 你就知道莊子的腦袋多好 先跟你說螞蟻 然後是雜草 然後是瓦塊 最後是排泄物 動物、植物、礦物、廢物 裡面都有道 因為他無所不在 李約瑟就引用這一段 所以你看 道家的思想就是有科學的精神 什麼意思 一般人都覺得死尿很髒很臭 科學精神是吧 它沒有髒臭的問題 今天你要檢查身體是吧 一定要檢查排泄物 從排泄物知道你這個人健康的情況如何 所以如果科學家覺得這個很臭很髒 他不要去碰 那怎麼當科學家呢 科學家就是不要從人的角度來看 人以為髒的臭的 但是在客觀上來說的話 他反映出一個人身體的狀況 天下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在道之外的 這是道家的思想 李約瑟畢竟很聰明 掌握到這一段 所以你看這裡面就是科學精神 四個字 實事求是 不要以人的情感跟人的意願 或者願望來左右客觀的事實 這種精神如果發展下來的話 你要發展現在西方的科學 就很容易了 大家都知道說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事實勝過一切 但是今天我們還是很希望 有一些人性的干擾 大家都希望這樣 我們就偏向哪一方面 對於客觀的事實 不一定那麼重視 所以我們首先要分辨 我說莊子的科技觀 科技分開 科是科學精神 即是技術應用 這兩個不一樣了 差別很大 說到技術應用 我們今天講英文是technology technic這個字 在希臘文裡面 本來是好的意思 代表說什麼 把人的能力延伸出去 幫助人完成更多的事情 所以西方哲學家 二十世紀 有一位非常重要的 叫做海德格 海德格認為西方哲學 一開始就走偏了 走偏什麼 他發展技術 用技術幫助人的能力 加以延伸 後來就變成怎麼樣 只注意到技術 而忽略人的能力的延伸這一點 到最後技術反過來 控制了人的生命 這就是簡單幾句話 西方科技的發展 給人類帶來的隱憂 不就是如此嗎 所以海德格他一直關心一個問題 就是西方哲學 從古希臘開始 很早就遺忘了什麼是存在本身 什麼叫存在本身 桌子存在 教室存在 這個是太陽存在 月亮存在 這叫做存在的東西 凡是存在的東西 有開始有結束 它都需要一個根源 來源基礎 另外一個東西叫存在本身 存在本身是你看不到的 它是存在的本體 你看到的是存在的各種現象 它是在變化中 所以海德格認為西方哲學 從古希臘開始 因為要探討的需求 研究這個世界 叫做萬物 結果忘記了 作為根源的存在本身 這最大的問題 後面再講一段 跟海德格有關的插曲 也跟道家有關 海德格一輩子 他唸了很多 老子這本書的翻譯本 我們要知道 老子的書翻譯成各國語言 以賣的數量來說 是全世界排第二的 排第一是聖經 排第二就是老子的 《道德經》的翻譯 海德格唸了很多種版本 最後總覺得懂老子了 但總覺得各種翻譯都不夠理想 那一天 1946年 二戰之後 德國是戰敗國 那海德格也受干擾了 因為他在納粹的時候 當過弗萊布大學的校長 跟納粹合作一年 發現這個有個問題 他就不當校長 但也就因此 被當作學術界裡面的 反染到了納粹 到後面就受各種約束 1946年二戰之後 他在德國南部的森木市場 在市場遇到一個中國學者 這位學者叫做蕭施毅教授 他後來來到台灣 當過文化大學的副校長 海德格年紀比較大 遇到一位中國學者 因為蕭施毅的夫人是德國人 所以德文也講得很好 這沒有問題 他們聊天 談到什麼 就談老子《道德經》 一般中國學者 聽到外國人跟你講老子《道德經》 他會問你說 你懂老子嗎 你不管有沒有研究過老子 外國人跟你說你懂老子嗎 你又說你不懂嗎 你當然懂啊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都會背幾句啊 所以蕭教授說懂啊 還在跟很高興 所以我們來合作 重新翻譯老子為德文 結果兩個人就要一個暑假裡面合作 在海德格年紀一個別墅裡面 每週六 週末 就兩個人一張長桌子 坐對面 開始一句一番 老子翻譯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翻譯就是一種詮釋 你翻譯的時候 你就要把意思說清楚 你不能夠什麼道和道 非常道 這個沒辦法光翻字面啊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讀了好幾種老子的翻譯本 翻成英文的 他沒辦法翻 他怎麼翻呢 The道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eternal道 我就問你道什麼 你把道照拼音去翻成道 What is the道 沒辦法說 所以他這樣翻成英文 翻成外文之後 看就說 看不懂 你不要說他看不懂 我給你看中文的 道口道非常道 也看不懂 到底什麼是道呢 不可說 說出來就不是了 好了 海德格跟蕭世義教授 兩個人就對面坐著翻譯 翻到老子第八章 上善若水 吵架了 翻的意見不一樣 海德格年紀大 以老賣老 就指到蕭教授說 你不懂老子 蕭教授年輕氣盛 就說你不懂中文 請問懂中文的 我們這麼多人都懂老子嗎 不見得 不懂中文的一定不懂老子嗎 也不見得 因為文字語言只是載體 思想是可以發展的 所以很可惜 這個事情就沒成 只翻譯到第八章 這段故事是蕭世義教授 有一次演講公開講 我聽到了 他後來也寫了文章 所以是有根據的 請問 海德格作為西方第一流哲學家 存在主義的首席代表 他為什麼那麼推崇老子 在晚年最後幾年 還是想把老子翻譯成為 再次翻成德文 為什麼 我有一個學生 他後來到德國去工作一年 回來之後跟我說 我在德國遇到一些事情很有趣 其中有一件就是 他去他所有德國朋友的家裡 去做課的時候 就先看看他們有什麼書 每一個德國人家裡 都有一本老子道德經的翻譯 他很好奇 就問這些人說 你們為什麼都要擺一本 中國的老子道德經的翻譯呢 答案是兩點 第一個 這是世界名著啊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一寫老子道德經 你就翻譯那個名字出來 全世界的人都聽過 就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 這本書很特別 裡面充滿人生的智慧 第二點是什麼 因為這本書看不懂 一定很高深 你翻成外文之後 一樣看不懂嘛 你看中文原文的 也看不懂嘛 所以這就是外國人 他對於東方 跟我們現在對於西方 甚至印度 都有些幻想 有距離才有美感 一樣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了解說 要了解光是我們自己的道家 已經不容易了 當然 再回到莊子 莊子有科學精神 這是李約社的研究 但是關於技術應用 他就另一回事了 莊子是有意見的 莊子裡面有一段 一般稱作漢陰藏人 在莊子的天地邊 講什麼故事呢 孔子的學生子貢去楚國 在路上看到有個老人家 在種菜 種菜的時候要澆水怎麼辦呢 他就抱一個蟲 蟲很大很笨重 抱到河邊去 裝了水之後再抱回來 走到路上水都倒掉一半了 你怎麼不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 用一種新發明的機器呢 叫做結膏 結膏都是木製邊 木頭做的 就好像我小時候住在鄉下 水井打水的時候 你們現在鄉下的地方一定還有 打水的時候 水就從前面湧出來 古時候這個稱作結 所以子宮跟他介紹說 有一種工具叫做結膏 你輕輕用力 水就噴湧而出 很方便、省力氣、效果又好 給他建議之後 這個老人家生氣了 就說我是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我不要用 因為我的老師告訴我 他老師是誰呢 老丹就是老子 他就講這段話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你使用這種機器做成的設備 因為有機械 機械者就是機巧之事 就是我要省力氣 怎麼樣達到最高的效率 有機械者必有機械 我們今天講心機的 他這邊原文講機械是比較 更完整的意思 就心裡面會想 我怎麼樣達到最大的效益 怎麼樣用最少的力氣 產生最好的效果 機械存於胸中 則純白不備 心裡面常常想這種有效的 利益的事情的話 純白不備就是心裡面不單純 就複雜化了 純白不備則神聲不定 精神狀態就不穩定了 神聲不定則道之所不在也 你精神狀態不穩定的話 道是不會在你心中展現的 講了這一大段 把子貢教訓了一頓 子貢聽了也覺得很難否認他 為什麼 你如果講機械 機勢 機心的話 很簡單 後面就是四個字 永無止盡 永無止盡 你說你現在用這個結膏來取水 很方便 將來我們現在更方便了 水龍頭一打開就有了 現在水龍頭不用打開 手一翻要去感應 水都出來了 水龍頭就沒有了 古時候人如果想這樣 其實我們今天還在想更好的 水龍頭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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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龍頭閃了 師這錄上就看了木瞪口呆 心裡想就是這個字 木梽神謎 気筆神謎 惟神聲不定 每天都在想怎樣 怎麼樣產生最大的效率 神了很多時間做什麼 神了很多時間更早 時開始有憂鬱症 但是,古時候人很少有憂鬱症 忙著活都來不及了 每天就很多粗活、細活、什麼事情都要做 時間排得滿滿的,沒有時間去憂鬱 現在不一樣 有一次我去一個地方演講 是一個父母班這樣的團體 有媽媽開車來載我 在路上問我問題 副教授,我兒子十一歲,要怎麼教才能把他教好 我說我只教過大學生 所以這麼小的孩子,我不知道怎麼教 他自己講了 有一次我問我兒子 如果你有小孩十一歲跟你現在一樣,你要怎麼教他 這個方法很好 結果他兒子怎麼說 你讓他不要無聊就好 就一句話,不要讓他無聊 我們以前念書,哪裡有時間無聊呢? 無聊兩個字怎麼寫都不知道 每天從早到晚 我剛剛提到我在台大念碩士班 兩套書啊 科學與現代世界,我把它翻譯成中文 李約瑟的那一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二冊 我認真看了,科學思想的來源 那都是課外書啊 哪裡有時間去無聊的 其實不是小孩子如此喔 每個人都一樣 你一天二十四小時 你休息之外的時間有多少 你如果說這些時間很無聊 你知不知道人生很可貴 時間一去不再回頭 那你要做什麼事? 所以人生一定要排出優先順序 什麼最重要? 這是非做不可 因為它跟我的生命有關 什麼是其次的? 我用來工作,賺你的生活費 還有很多其他的,跟別人交往互動 這個順序沒有排到的話 那人生到最後只有後悔兩個字 要不然就茫茫然就一路下去了 所以莊子對於科學精神 有別人去說了 道家有科學精神 這一點也有道理 因為它收集很多資料 說中國的化學就因為是道教 注意喔 道家到後面被道教拿去用了 道教在中國遠遠留長 它的出發點開始的時候 比道家老子、莊子要早多了 你看看整個歷史的發展 道教在古代是一般民間的原始的信仰 包括說你生病怎麼辦? 要驅魔、用符咒 這些古代早就有了 後來老子是比孔子早 大概一四三十年 莊子跟孟子同時 戰國時代中葉 他們的書 老子的稱作《道德經》 莊子的書稱作《南華真經》 後面都被納入道家系統 道教系統 變成道教的經典 那麼這種宗教的經典的話 就變成一個教義一樣的 很難去跟它討論了 所以這裡我們就要了解 道教裡面有一派叫做黃白之樹 黃是黃金白是白銀 黃白之樹就是煉丹 煉丹有一種目的 一方面煉成仙丹 給別人吃了可以長生不老 另外一種是把各種礦物煉成黃金白銀 所以中國的科學就跟這種道教的煉丹有關 李約是說起很多例子 發明火藥怎麼發明的很有意思 你想像不知道說 怎麼宗教跟這種科學還真的有點關係 因為道教分為三大系統 其中一個就是煉丹這一方面的 別的還有一些講俘虜的 還有講心性修養的 所以像這個都可以 因為古代人他沒有那麼清楚的分學科的觀念 他都是什麼一起弄 弄到最後跟生活有關的部分 有些延伸出來就變成科學或技術了 裝置對於技術是存疑的 因為技術有一種應用 應用也包括怎麼樣利用 產生最大的經濟的效益 後面就變成是掌握到回過頭 掌握到人的生命 人脫離不了各種科技的發明 各種產品到最後簡直控制了我們 那些人的發明 那些人的發明 都是天氣的發明 所以我們就像這個技術的問題 我們對於科學技術跟裝置的關係 已經做了大致的說明 這次才第二方面 那人文呢 一般講到科技跟人文 總覺得這兩個是不是對立的 科技方面你有問題 尤其對於技術你存疑 那人文方面應該沒有問題吧 事實上不見得 在裝置思想裡面 對於人文最主要是指儒家那一套 儒家代表人文 這個大家都沒什麼意見 讓一個人由真誠去努力行善 建立好的人際關係 讓整個社會穩定和諧發展 儒家又從事教育的改革 政治裡面的運作 透過教育跟政治 讓社會安定繁榮 這是儒家基本的架構 它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尊重傳統 第二個重視關懷社會 第三個重視教育 尊重傳統是對過去 關懷社會是對現在 重視教育是對未來 所以儒家把握時間的三個維度 過去 現在 未來 很好啊 有傳統 有現在 還有未來 儒家思想是呈先啟後 適合一個社會的需求 跟這個有關 儒家被政治拿來利用 這沒辦法 中國歷史上 這個很明確的一種情況出現了 也是跟這個性格有關 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雖然是三十幾年前的事 還有一些印象 我讀一本書介紹中國的幾個古代思想 看到一句話 開始很詫異 他說中國古代三大學派 莫家最保守 道家最革命 儒家最溫和 你對於第二句話 道家最革命 我想你很難接受 從來不會有人把道家跟革命連在一起 因為道家叫你順其自然 叫你無為 叫你不爭 怎麼會革命呢 但是這時候你必須承認 旁觀者輕 有道理 我們從小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裡面長大 完全不能旁觀 都照別人所說的 我們就這樣去想 西方人不一樣 他跟你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好壞如何 他有他的判斷的方式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道家最革命的時候 嚇一跳 後來才發現有道理 什麼道理呢 傳統以來以儒家為主 莫家也沒有很遠 天最高 研究孔子的思想 一定不能忽略五十二之天命 天 如果你不談天 就不可能了解儒家的思想 天多麼重要啊 人間的帝王就成為天的兒子 天子 一直到滿清末年 天子下詔的時候 還要說什麼 奉天成韻 皇帝詔約 你就知道儒家是傳統的 古代帝王稱為天子 但是道家怎麼革命呢 他把天去掉換成道 這不是革命嗎 把天換成道 為什麼要換成道呢 因為古代講天啊 確實是最高的 天生真名 天作高山沒有問題 但那個天後來被汙染了 被誰汙染 被天子汙染 如果天子不好 代表那個天就被天子汙染了嘛 我們都重奉天 看到天子的時候 以為他可以代表天 天的兒子啊 但他沒有做好 天子詩德在古代歷史多得很 這個時候天受到汙染了 汙染之後大家就覺得天怎麼這回事呢 所以詩經裡面很多地方都是罵天的 天啊怎麼那麼昏庸呢 看到好人那麼倒楣 天壞人那麼得意 天你怎麼不管呢 你要知道這種抱怨都隱含一個背景 就是天原來是最高的正義的 天原來是賞善罰惡的 所以他才要說天怎麼那麼昏庸啊 天怎麼是不是睡著了在做夢啊 如果你對天沒有那種前面的想法說天是正義的 天是無所不知的 你後面根本不需要抱怨天 所以詩經裡面抱怨天的地方就反映出來 古人相信天應該是無限的智慧 無限的正義 但是天子不見得是好的呀 他做的不好老百姓就哀哀無告了 所以這是天 道家老子呢把天換成道 念老子的書你發現什麼 你發現這個道最重要 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生出萬物 不是天哦 以前是天哦 天作高山天生真名 詩經書經裡面都是天 老子道德經 等於給你拿一個革命 這很有啟發的 但是這跟我們第二段所說的人文 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是莊子的科技觀 現在講莊子的人文觀 莊子的人文觀 這一篇 就是一般講人文不能忽略傳統 所謂的傳統是什麼意思呢 以儒家來說就是兩個詞四個字 仁義、禮樂就是四個字 仁義是叫你做好人做好事 做該做的事 禮樂是禮跟樂的教化 所以莊子的要問呢 人文希望是必要的嗎 所以第一點就要問 人文可能扭曲人的本性 所以莊子書裡面 很多地方都在批判 提倡仁義 提倡禮樂的 你看著會覺得有壓力 事實上這一點從古開始就知道了 司馬遷寫史記 就把莊子放在老子、韓非、列傳裡面 只用多少字呢 235個字就把莊子打發了 所以司馬遷是歷史學家 不知道為什麼 歷史學家對於哲學家總是有很多成見 為什麼 因為歷史學家認為自己實事求是 有什麼證據說什麼話 因為歷史很重視考古這種資料 要有根據 每一句話都要有根據 但是哲學跟這個不一樣 哲學是強調怎麼樣去解釋那個事實 而解釋的時候一定有某種立場 你只要把自己立場說清楚 為什麼這樣解釋也可以 司馬遷是史學家 他對莊子很不滿意 235個字很少 但是他有兩點他講得很對 第一點是說莊子這個人 齊學無所不虧 他是什麼書 沒有書不看的 那司馬遷說這個人是沒有書不看的 那不簡單的是 司馬遷是好幾代都是重要的太史公 太史公不是只有司馬遷 他的父親也是太史公 司馬潭 是他們家世代相傳的 他的爸爸司馬潭是孔子傳義經的第十代 所以義經也是司馬遷的家學 他是儒家的系統很清楚 但他對於道家就不是很欣賞 但他說到莊子齊學無所不虧 所以這一點倒是對的 千萬不要以為道家可以不用念書 我們以前都以為你是儒家所以要好好念書 道家就很瀟灑 看得很開 我們這個道家的觀念是後面 魏晉時代的新道家的觀念 不是真正的老莊的思想 後面魏晉時代新道家什麼情況 那就先舉一兩個故事吧 一個是阮吉 竹林七賢 第一人阮吉 阮吉這個人 他就很喜歡表達真正的性情 不喜歡被民教所約束 所以他母親過世的時候 他照樣吃肉 照樣喝酒 一般人母親過世一定要栽戒 居傷期間要非常收斂 但是阮吉不管 照樣吃肉 照樣喝酒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母親就吐血 一吐就是一聲 吐好多血 送葬的時候也一樣 換句話說他完全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 別人看我是你們的事 我自己活出我真正的性情更重要 我思念我的母親是我真正的情感 我何必哭給你們看呢 何必照你們的要求 惡得面黃激壽 這樣叫做孝順嗎 你們不要想用外在的規範來約束我 你看 這是新道家 另外一個人更誇張 叫做琉玲 琉玲也是竹林七賢之一 在自己家裡面一絲不掛 聽起來很像現代人 結果朋友去他家嚇一跳 你好歹是個念書的人 怎麼在家裡面一絲不掛呢 琉玲怎麼說 天地就是我的家 我的房子是我的內褲 你們鑽進我的內褲 怪我沒穿衣服 你看 這說新道家 這跟莊子有沒有關係呢 說實在 完全誤會莊子 莊子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新道家就很容易放浪行骸 找各種理由 瀟灑呀 恢復我的本性啊 穿衣服穿那麼多 難道是人生起來就有的嗎 你看到沒有 這是新道家 我們今天講的是真正純粹的道家 只有老莊可以當代表 而在莊子來說 他談到人文修養的時候 我們剛剛前面談了四個字 仁義跟禮樂 仁義跟禮樂是天生的嗎 儒家可以說仁義是天生的 禮樂是必要的 那是儒家的系統 我們今天不去多談 道家就認為說 你們搞錯了 仁義禮樂都是外加給人性的 這裡面就有的真了 的確 先說比較簡單的禮樂吧 人活在世界上跟別人來往 掌幼尊卑 要不要一個規範呢 這是禮呀 禮是重點在於區分 每一個人年紀身份地位都不一樣 你要是沒有規矩的話 那怎麼樣相處呢 你說你今天很年輕 你竟然也會成家立業為人父母 同學們很多也可能會當老師 所以你今天對於父母 長輩老師沒有興趣或者不尊重 那你將來自己到一個年紀 有這樣的身份的時候 再下一代對你的態度 你能接受嗎 如果你很瀟灑說 不在乎 我現在對長輩都沒興趣 將來別人把我當長輩 對我沒興趣 我也不在乎 先不要說太早 到時候你就會在乎 所以這種所謂的仁義 禮樂 它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 像音樂 音樂代表和諧 禮代表區分 人的世界本來就應該有區分 有和諧 有收斂 有放開 光是禮的話 每天都很拘束 都要想到自己在這個地方 是什麼樣的角色 身份 地位 太累了吧 我有時候看到一些前輩 名人 他們的生活會覺得很辛苦 譬如說在台灣 我們很多人都推崇胡士芝先生 我當學生的時候 胡士芝先生還在眾議院當院長 記者常會報導 說你只要去胡院長家裡拜訪 按鈴之後 出來印門的就是胡士芝先生本人 然後記者都說 他印門的時候一定是穿西裝打領帶 跟我現在一樣 我今天穿西裝打領帶 我有幾個學生來聽課 看到我嚇一跳說 哎呀 從來沒見老師穿西裝打領帶 為什麼 我來這邊上課是尊重同學們 同學們看到我這樣子的話 打扮得很整齊 講得不太好 你們也容易原諒 看到沒有 如果我今天穿得很瀟灑 跟平常都一樣 穿個襯衫 不是襯衫 就來的話 大家覺得說這個人好像真的很像 莊子那一派 新道家 這是儒家 所以我後來研究儒家 道家之後 總結為一句簡單的話 用儒家來處事 用道家來自處 中國古人 這實在是太有智慧了 這是分工合作 用儒家處事 我跟別人來往 我在台大教書 從助教開始超過四十年 用儒家處事 你們教務長剛剛介紹我的時候 我聽得也很感動 因為學生畢業之後這麼多年 還記得你教過他 這個老師會覺得 實在是不敢當 他應該記得我上課從來不遲到 不會說上課了今天有事情 我就慢個十分鐘二十分鐘 沒那回事 我上課一定是準時到 這是我的責任 一個社會如果說 很多事情都有彈性 大家可以商量一下 那這個社會不是瓦解的嗎 我一直上課上到我退休的那一天 結束 這是我該做的事 這是儒家 我跟別人來往 說話一定算數 做事一定有結果 像這個是做人處事 跟別人互動 但是 我跟自己相處的時候不一樣 用道家來自處 比如說下課之後同學們如果要評分 說要給你評鑑一下 說實在 我已經講完課了 盡了力量了 你評我好 評我壞 說實在 我內心裡面真的不是很在意 為什麼 因為評好評壞 那是你們的看法 有人評好有人評人不好 譬如說在聽課的時候 也有少數同學在講講話 他可能到非講不可 我學道家之後就看得很開了 就是說 這是我跟我自己相處 一檔歸一檔 事情做完畢之後立刻把它封鎖 沒有那回事 我活在現在我在做什麼事 以道家自處 所以這種儒家道家的思想配合起來 對一個人的實際生活的幫助是很具體的 好 再進一步看 我們就引用一段 你看在莊子裡面提到的大宗師 裡面提到的有關 怎麼樣先忘記仁義 然後再忘記禮樂 最後呢 坐望 有一段話 你看莊子大宗師 大宗師這邊很重要 為什麼 你看到第幾 第一到第七 是莊子那邊最重要的 逍遙遊 奇物論 養生主 人間勢 德聰福 大宗師 是印第王 這是那七邊 最重要的 大宗師所說的就是道 道就是最大的宗師 那裡面有很多材料 這段說什麼呢 前面講這個 袁徽說 回憶以我最近有一點長進了 然後呢 孔子就說 什麼意思啊 哪一方面長進啊 第一個 我忘記了仁義 隔了一段時間 學生又說 我又有長進了 孔子問怎麼回事啊 我忘記禮樂了 說實在 顏徽這種學生啊 千年難得一見 有這麼好的學生嗎 每次主動跟你說 老師我有進步了 請老師考核一下 說實在 我們現在把學生叫來考核 他都請假不來 是不是 學生主動跑來 我要請老師考核一下 我到底有沒有進步 所以顏徽這學生真的不得了 孔子這麼多學生啊 好學是唯一的 德行是第一的 你看 好學唯一啊 為什麼說唯一呢 那別的學生怎麼辦 論語出現兩次啊 一次魯哀公 一次紀康子 都是魯國的領導人物啊 魯哀公問孔子 學生裡面有哪幾個好學的 你看 國君問你這問題啊 要是我的話 口袋名單就立刻拿出來 有幾十個好學的 請國君任意去 給他們任用一下吧 孔子這個人不是很小氣 而是說講實在話 艾公問他有沒有哪個學生好學的 孔子怎麼回答 有言回者 只有一個好學 後面六個字 代表儒家的好學是指什麼 不遷怒 不二過 我的天啊 一般講好學是 你有沒有拿獎學金啊 有沒有考第一名啊 如何如何的 孔子的好學是不遷怒 不二過 我教書一輩子啊 到現在只能做到半個言冤 我可以不遷怒 張三讓我生氣 我不會去怪李氏 這個我可以做到 但是不二過我做不到啊 人的個性就是不在 就是不斷地重犯同樣的過錯嘛 別的過錯你就要犯我也不會 因為孔子有說過 人的過錯各與其黨 這個黨不是政黨啊 黨代表性格類別 這種性格的人就犯這種錯誤 所以你看到他的錯誤 就知道該怎麼教他 儒家講教育的這種材料很多 好 孔子後面說一句什麼話呢 只有言緣好學 不遷怒不二過 不幸短命死疑 今也則無四個字 你念《倫語》這本書啊 天下人都念過沒有問題 你看到孔子啊 說實在我念《倫語》何止念了幾百遍 我每次念《倫語》都覺得很傷感 《倫語》第十四篇 孔子公開說沒有人了解我 一個老師教書教了半輩子 學生據說三千弟子 精通六億者七十二人 他公開說沒有人了解我 這個時候身邊至少有一個好學生 要記得孔子三大弟子 言緣、子貢、子路 言緣跟子路都比較早過世 孔子活著的時候過世了 子貢活了比較久 三大弟子子貢就在身邊了 所以聽到孔子說沒有人了解我 子貢立刻問為什麼沒有人了解老師呢 孔子就說了 不怨天不由人 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代表人間沒有人了解我 孔子為什麼有這樣的思想言行 很傷感的事情 確實不容易了解 所以這邊再回到孔子的學生 哈子推薦言回但又死掉了 別的學生好學兩個字是吧 通通談不上 為什麼 儒家的好學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要把古代經典 五經六億全部學會 第二個好學要配合深思 學而不思則往 事而不學則在 我每次念這句話 心裡面感慨都很深 我在1980年到美國念書 到耶魯大學 第一年住到宿舍裡面的時候 我們宿舍是怎麼樣的分配呢 有四個同學一個宿舍 各有各的臥室 共用客廳跟浴室 所以一到週末的時候 那兩個美國同學 很多人訪問到處去玩 他們是美國人 我同情是另外一個房間住了日本人 我平常不太理日本人 因為我們小時候受教育 說了很多灌輸 直到八年抗戰 所以看到日本人 我以前都保持距離 但是一到週末沒有人講話很難過 所以週末我就跟著日本同學聊天 我很喜歡跟日本人聊天 因為我的英文是欲弱則強 所以我跟日本同學聊天 有一次聊到孔子 孔子有英文名字 不是Johnny 是Confucius 聊到孔子 這日本人忽然興奮起來 我跟他說 我們聊孔子 你日本人興奮什麼 他說我認識孔子 我說你日本人怎麼認識孔子呢 他就很得意啊 講一句日文 我說我們英文講得好好的 你幹嘛講日文呢 講中文呢 他就拿一張紙 寫一句中文 日本人寫中文 子曰 學而不思則往 思而不學則代 我看他嚇一跳 好像我們家的東西被偷走了一樣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會寫這句中文呢 他就很得意告訴我 注意哦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外國同學 這麼得意地講這句話 他說我們日本人在中學時代 都要背論語 我們這邊要得意的話 就跟別人說 我們中學背了好幾遍沙斯比亞 我們這邊有多少人會說 我中學時代背論語很得意 後來我才知道日本人 幼稚園開始背論語 那你說這個怎麼回事呢 這不管他啦 反正這是我在美國唸書的心得 但是背歸背 要懂儒家真正的意思 不容易的 孔子親自教了那麼多學生 孔子都說沒有人了解我 那你就要問 那你就要問到底孔子在想什麼 為什麼沒有人了解他呢 這個不容易說清楚 他還問有什麼的 要看一看 但是他可能說他還不是 那還要問他 他是在想什麼 他還是要問他 說他這個問題 說他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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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人 孔子都不知道 仲黎粗然曰 何謂作妄 老師要誠實 看到學生比自己好 就要立刻反問學生 誰規定老師一定要勝過學生 韓玉早就說過了 弟子不必不如師 師不必閒於弟子 這好 我以前在台大念書的時候 是方東美先生在台大教書最後一年 我很榮幸聽到他的課 就在文學院第十七教室 方先生很喜歡講一句話 他說一個老師最大的悲哀 是沒有教出勝過自己的學生 一個老師教學生都沒有勝過他 代表一代比一代差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這樣想 每一個人提到自己的老師都覺得說 老師很偉大 說實在 那個老師也是從小慢慢長大 他也慢慢學習思考 同代的人說誰偉大 那是另一回事 隔一百年之後誰偉大 那可能才比較接近真實 好 我們現在分析這一段 第一個 什麼叫做忘記仁義呢 很多人都認為仁義要排在前面 先忘記它 為什麼 因為仁義一定要真誠 整個儒家思想 如果問我說儒家思想的特色 兩個字叫真誠 那道家呢 改一個字叫真誠 這兩個各自兩個字 就可以把儒家的真誠 道家的真誠掌握住 真誠 為什麼要真誠 因為真誠就有行善的力量 由內而發 很多人背孟子 背到最後受不了 都覺得孟子的話太囉嗦了 我記得我女兒念高一的時候 開學一個禮拜就回家跟我商量了 她說這個孟子怎麼那麼喜歡講話呢 我就問她發生什麼事 她說孟子講話我們就要背 她不會少說幾句嗎 事實上孟子的話 我們今天如果講文言文 你不容易聽下去 我跟你說 孟子說人心有四端 徹隱之心 虛辱之心 慈讓之心 是非之意 你現在覺得是古文啊 我現在講白話文 我一輩子教書或者演講 都強調白話文 白話文是我們今天用的語言 白話文說不清楚 代表你沒有理解 孟子說什麼話呢 看見別人受苦心裡覺得不忍 看見別人為惡心裡覺得可恥 看見長輩前輩心裡想要退讓 看見好事壞事心裡想要分辨 就這四個 你要看見了你就心裡面直接反映出來 你把這四個心裡想要心裡覺得做出去 就是仁、義、理、智這四個善 就這麼簡單 這是孟子的思想 所以一般講仁義的話就由你而發 我看到別人受苦心裡覺得不忍 我就做一些事改善他的情況 這叫做仁、仁義的人 所以你把仁義忘記什麼意思呢 你超越人與人的關係 你不要計較著人的世界 說實在 你如果真的學儒家 你活在今天這個時代 什麼時代 信息那麼發達 你根本活不下去 我問你 你打開手機或是電腦 一看看到每天世界上發生的事 你怎麼活呢 到處都有人受苦受難 所有你難以想像的罪惡 殺人放火這種事情 每天都出現 你活在世界上你承受不了 最後怎麼樣呢 最後就麻木了 認為說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世界上哪一天沒有罪惡 沒有什麼殺人放火的事呢 習慣 習慣的時候 你內心就不再有這樣的生動的 活潑的感受力量 損失的是誰 損失的是你自己 我在台大教書快四十年 我覺得自己有一點點貢獻 是為什麼 是因為聽過我課的同學 很多人坐捷運都會讓座 至少不做博愛座 我覺得博愛座這三個字很好 你明天不小心就念成博愛座 我不愛坐這個位置 讓老人家去坐 我自己從在台大教書四十年 我以前教書的時候也很年輕 我在台大看著教書是幾歲呢 二十八歲當講師 我那時候開著就坐捷運 那時候還沒有 後來才有坐公車都一樣 有機會一定讓座 我把讓座給更需要的人 當作一個什麼自己最開心的事 因為那證明我是一個人 我怎麼會貪戀一個位置呢 我把這個位置讓給老人家 讓給需要的人 才肯定我自己還是一個真正的人 有恥隱之心 這是我自己的實驗 我覺得很有效率 到現在還是一樣 我現在早就退休好多年了 但是一樣 看到需要的人我讓座 我覺得很榮幸 有時候別人會感謝我 事實上我更感謝他給我機會 再一次證明我是一個人 這多麼愉快的事情 學儒家要這樣子才能夠 真的懂得儒家的思想 所以延迴是最好的學生 第一個忘記人意 代表什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從內而發 那容易先把他超越 他的忘記不是忘記是超越他 不要再計較這些 要不然你怎麼逍遙遊呢 第二步忘記禮樂 請問為什麼禮樂比較難忘記呢 因為人有很多習慣 譬如說我見了別人鞠躬 我坐車坐什麼位置 這是一種生活習慣 養成的時候你不用想 你就會這樣做 所以這個比較難忘記 人意忘記了 禮樂忘記了 代表你要超越人文這個層次 最後是坐旺 什麼叫坐旺呢 你看他講了 墮肢體 促聰明 離形去之 這四個字 行代表我的身體 有什麼本能的衝動 慾望 都把它消除 知代表我的腦袋思考 比較 計較 我也有手法超越 然後可以同意大通 此為坐旺 就是忘了我自己在社會上 什麼身份 地位 各種情況 這就是跟自己相處 基本的原則 那前面講人意禮樂就是人文 講人文是不容易的 論語裡面有一句話 是孔子人文的最有代表的一句話 孔子說什麼 職 聖文 則也 文 聖職 則死 文 職 彬彬 然後君子 你看孔子提倡君子作為人的典範 也不是普通的 也不是簡單的 這兩個要堅固 不容易的 一般老百姓住在鄉下 職代表天生的樸實的性職 職過文 文代表什麼 你受教育 懂得 跟別人怎麼相處 各種規矩 禮樂 如果你職 超過文 也 也代表什麼 也不是不好 也代表比較粗俗 像我們去鄉下 人情味很濃厚 別人家裡面添一雙碗筷 就請你吃飯了 他不太在乎各種細節 各種文周周的東西 但是通常我們見到多的是什麼 第二種 文聖職 則死 文代表受教育受得很多 文職彬彬的 文太多了 太多的話怎麼樣呢 很客氣 你永遠不知道哪一句話是真的 哪一句話是假的 他講得很有禮貌 那這個超過他的樸實 代表真誠的本性 那就是史 歷史的史 史代表什麼 可能是裝模作樣給你看 因為你要寫歷史 你想想看 如果你遇到一些 文化素養比較高的人 你確實是謹言盛行 你怕他發現你內心裡面 真正的自然的那一面 他把它寫出來你吃不消的 我在台大教書四十年 看到的大多數是第二種 文聖職 則死 很多同事大家來往 可能是幾十年 沒有講過一句真話 為什麼 大家都很客氣 都是檯面上的 都是教書人 沒有講過一句真話 你不知道他心裡想什麼 的確啊 尤其我是台大哲學系 各位知道 台大哲學系以前出了很多問題 系裡面分兩派 在走廊上見到面 有時候看他說 心裡 見面說 你好 心裡想要是怎麼還不走呢 你不要以為只有哲學系 台大以前有另外一個系 理工方面的 你也不讓他畢業 兩派鬥真的更厲害 你這邊的學生 我絕對不讓你畢業 我這邊的學生 你也不讓他畢業 兩邊老師鬥 鬥到最後沒有學生可以畢業 不但是學生裡面如此 不同校的教授也一樣 台大以前有一個教授 他的論文送給十大教授神 結果給他打個六十分 不及格 因為至少七十分才算及格 結果呢 他氣也氣死了 因為他不能讓你台大教授 自己審自己的教授 就幻笑 那幻笑別人跟你正好死對頭 就把人打個七十分不及格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像這種審查制度 或者評分制度 你根本無處申冤 你找誰呢 只能怪自己運氣不好嗎 這都是歷史的史所帶來的問題 磕磕套套 講難聽就是虛偽 講好聽就是很有修養 所以孔子已經很瞭解 人的純樸的本質 跟人的教化的修養要配合 文職彬彬 彬彬兩個字太難了 要跟斑馬線一樣 一條白分配得下到好處 太難了 但事實上你真的學論語學會的話 就知道整個儒家就在真誠 那就完全以人為中心了 所以儒家是以人為中心 關懷人的社會 同學們選這個課都非常好學 所以我進一步簡單說一下 儒家到家出現的背景 這個是很重要的部分 你如果問我說 中國古代有什麼樣重要的學派 一般人都會提到司馬遷的父親司馬潭 在司馬遷的史記裡面 他的序論就引用他爸爸的一段話 叫做司馬潭論六家要職 漢朝初期 把古代的春秋戰國時代 一路下來的學派 什麼九流十家這些 綜合起來只有六家 可以上檯面 哪六家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民家、陰陽家 從今天的標準來看 中國古代的學派一路下來 由哪一個學派可以站上世界哲學的舞台 你現在拿出來之後 跟全世界 至少西方哲學 兩千六百年我唸過一遍 可以跟他們並列的 只有兩家 儒家跟道家 我現在說一下為什麼這樣判斷 一個社會有問題 春秋戰國時代是亂世 什麼叫亂世呢 天子思德 禮壞月崩 天下大亂 民不聊生 民是最重要的 老百姓 那你怎麼讓老百姓重新過一個 比較太平的生活呢 念書人有一種使命感 所以你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派 這個出發點是一樣的 我們是念書人 什麼叫念書人 念了古代的經典下來之後 從裡面得到一點智慧 知道說一個社會 怎麼樣才能夠重新安頓 這叫做念書人 所以各家各派都出來說話 但是說話可以說 誰的有道理 那就要判斷了 第一個 人的思想集中在人的世界 所以你從人的世界著手 去改善人的世界的問題 但這一步很累很累 很難做到 為什麼 因為人的世界的問題 就來自於人性 人性沒有改變 是這樣的情況 人的社會怎麼可能改善呢 你改善社會的各種問題 永遠是 只能說是 在細微末節上面努力 沒有碰到根本 另外一派不一樣 人的世界這麼多問題 你不可能從人的世界去改善 你就怎麼辦 跳開人的世界 這一步太難了 跳開人的世界 才能夠看清楚問題何在 這叫做道家 前面那一派講的最好是儒家 為什麼 因為儒家的思想 他跟法家 墨家 明家 陰陽家 各種學派 出發點都一樣 在人的世界解決人的問題 但是只有儒家去談什麼叫人性 你今天聽到人性的問題 馬上覺得這個吵不完 像孟子說 信善 後面隔不到五十年 徐子就說信惡 他們都被稱作儒家 那你說 談人性的問題不是勞而無功嗎 但是非談不可 為什麼 你要解決人的社會的問題 不把人性說清楚 你永遠解決不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吃力不討好 但你又非談不可 所以孔子孟子他們盡量談 尤其是孟子 孟子談得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天不想治好天下就算了 天如果要治好天下 當今之事捨我其誰 孟子說的 多沒有信心 孔子也說 他在匡被圍 他說 上天不想讓這個文化滅亡 怎麼會隨便讓我結束呢 天之位上似文也 匡人其辱於何 儒家這種報復不是說大話 而是因為他真的了解天命跟人性的關係 知道說你把人性徹底弄清楚 配合教育 配合政治 社會可能改善 儒家的理想很好 但是孔子說沒有人了解他 而孟子也沒有任何一個學生可以發揮孟子的思想 你聽過孟子有什麼學生嗎 有啊 這個孟子裡面很多學生 萬章 這些都是學生 但是 誰能繼續有著作發展孟子思想呢 沒聽過 一直到誰呢 到北宋的時候呢 有兩兄弟叫陳昊陳怡 陳昊是哥哥先死了 弟弟陳怡很有學問 就幫他哥哥寫 他哥哥的情況 就一句話 1400年以來沒有人談孟子 到我哥哥陳昊開始談孟子 談得很好 所以後面到南宋的時候 朱熹才把倫與孟子大約中庸合成四書 這是宋朝所做的工作 做得好不好不管 但至少抓對的人 知道孟子孟子很特別 加上大約中庸從禮記裡面選出來兩篇文章 再加以註解 變成四書 但後面有災難 什麼災難 從元朝開始 這四本書變成教科書一樣的 科舉考試要考 各位 科舉考試要考就麻煩了 他就變成教條了 所以整個一路下來 今天所有的人 只要提到《倫與孟子》 都會按照朱熹的註解來思考 這真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朱熹的註解 說到最後是用四書註解自己朱熹的思想 因為朱熹是哲學家 哲學家有這個毛病 說我現在要註解他 事實上是他 他註解我 說明我這個學說是對的 這個後代清朝學者 指出來了很多很多了 所以你說 從莊子來看 我們儒家都要 道家經常對照 同學們要習慣 只有這兩派 可以登上世界哲學的舞台 我再講更簡單一點 一個哲學能不能成為一套完整的哲學 就看他有沒有二加一的格局 二加一 記得 二加一 什麼叫二 自然界跟人類叫做二 我們所能掌握就是這個二 自然界跟人類 但是你真正思考你就會發現 這個二有沒有加上那個一 什麼叫一 因為自然界跟人類都有一個特色 在變化之中 如果在變化之中 代表有開始有結束 代表它本身沒有它存在的必要條件 它沒有基礎 所以一定要加一個一 這個一代表什麼 前面的二的來源跟歸屬 所以你看一個哲學怎麼判斷 一個哲學家的學說裡面 有沒有什麼東西 既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人類的 如果沒有這個哲學 南登大雅之堂裡面一定會有漏洞 如果有那就不一樣了 就是你這個哲學講了半天 有一個概念 既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人類 那就值得注意 你看儒家 儒家裡面什麼概念呢 天或是天命 天不是天空 不是自然界的天 天也不是人類 人類裡面只有天的兒子 天子 那天這個概念就很特別 所以孔子五十二之天命 天命一出來 儒家思想二加一格局確立 好 你再看道家 道家更明顯了 老子書裡面經常談四個字 叫天地萬物 天地萬物就是自然界 另外一講人 但是老子講一句道 道是什麼 道既不是天地萬物 道也不是人類 所以這個道就是二加一的一 所以儒家跟道家通過這個檢驗 西方哲學也一樣 西方哲學你要舉出低流哲學家 他都有二加一的格局 如果沒有那個一 只有二的話 你或者研究自然界 成為自然科學家 或者研究人類 成為社會科學家 就沒有了 為什麼說就沒有了呢 因為自然界最後會結束 請問一百四十一年以前 有這個地球嗎 沒有 八十一年之後 有這個地球嗎 也沒有 那請問 如果有一個開始 也有一個結束的話 那這個地球的存在 根本是一個過程而已 不管你幾十一年 只要有開始 只要有結束 最後都是虛無 那如果說你不研究自然界 研究人類 人類社會再怎麼研究 就還是就那回事 古代到今天 所有人類社會的好的一面 壞的一面 都差不了多少 我只提一個問題 讓你思考 請問 影響西方最多的是宗教 這個宗教 統稱為基督宗教 它裡面講什麼呢 講人性怎麼講 人生下來就有原罪 原罪 這很明顯屬於性惡的這種想法 因為人好好的生下來 什麼都沒做 就有了原罪 先不要管怎麼解釋 但是我現在問你 西方人長期以來 就相信人有原罪 中國人至少從朱熙開始 認為人生下來是人性本善的 好 一邊講原罪 一邊講本善 那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這一兩千年下來 或者幾百年下來 西方人做好事的 比中國人的一定少嗎 中國人做好事的 比西方人一定多嗎 不一定 我為什麼對中國傳統思想 這麼樣的堅持去研究幾十年呢 1980年 我到美國唸書 第一週我就去拜訪一位神學院的教授 我把這個故事再簡單說一遍 為什麼拜訪他 因為這位教授的父母親是傳教士 在上海傳過教 我去那邊拜訪他 想聽聽他給我一些意見 因為說實在 我30歲才出國 1980年才出國 很緊張的 到國外唸書壓力很大的 除了說英文上課這沒問題 寫報告都是英文 還要考過法文、德文 都要考過你才能夠拿到學位 所以當然要請當地的有一些關係的教授 給一些指導 好 我去找他 他是神學院教授 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一個外行人 不是研究中國哲學的 他很自然就問你 有關人性的問題 我說我們中國人儒家講人性本善 我們講這種話都財頭鐵胸 好像人性本善是一種偉大的真理 被我們老祖先發現了 人家外國學者不跟你爭這個 他只問你一個問題 中國人講人性本善 請問中國人會做壞事嗎 這倒是會的 中國有壞人嗎 這也是有的 好 他就再問了 如果人性本善的話 請問惡從哪裡來 這就是進一步思考了 你不能光說人性本善 惡怎麼來的 惡不要管他 當時我愣了一下 也不過三秒鐘 我腦袋轉了一圈 我也可以用他的方法問他 西方人講人有原罪 請問西方人會做好事嗎 會啊 西方人有好人嗎 也有啊 如果人生下來就有原罪 善從何處要來 我不敢問 因為宗教方面我也很熟悉 我有天主教的背景 他怎麼回答我都知道了 我如果問他說 如果人有原罪善怎麼來的 他一定會說善從上帝來 所以你信上帝吧 宗教是可以這樣回答 所以當時我問他 他這樣說了之後 三秒鐘我就知道 今天一定輸了 我立刻站起來說 臨時想到還有別的事 先告辭了 走出神學院大門 面對朗朗乾坤 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 我這一輩子不把儒家人性論說清楚 視不為人 念書有時候有一股氣 這股氣讓我覺得說 哪裡有五千多年的中國文化 孔子以後兩千五百多年 你說人性本善 宋朝學者說的 別人一句話就幫你問倒 人性本善 惡從何處而來 這問題不是不能回答 你如果問宋朝學者 他怎麼回答 人性分兩半 一半叫做天理 天地之性 一半叫做人欲 惡怎麼來的 人欲來的 那請問 人欲是來自於身體 你見過一個人沒有身體嗎 如果人活著都有身體的話 就不能說 身體那個問題不能算作人性 那人性只能算天理 你這樣分太勉強了吧 別人為什麼要接受呢 你見了每一個人都是活生生的人 有身體 沒有身體就不在了 你怎麼能那樣回答呢 但你不要忘記 從北宋到南宋 後來到明朝都一樣 人生修養就六個字 去人欲存天理 什麼叫去人欲 生下來就有身體 就有各種具體的氣質 就有各種問題 要把這個設法修練一下 設法去掉 這樣講人性太勉強了 至少外國人聽不懂 因為你這話不太合理 相反的 外國人講人有原罪反而比較好 為什麼 他處處限制你 權力使人腐化 你有什麼樣的權力而沒有限制 那可能有問題 這就是因為人是有原罪的 會自私自利的 他反而很具體 不像我們講得很高尚 好像是都很好 沒有問題 事實上根本是經不起檢驗 並且不符合實際人生的狀態 所以我把儒家學會之後 再學道家 學到莊子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你看莊子 去人欲 去掉禮樂 再作妄 根本是妄了整個社會 所謂的一切 就是不再被具體的生活所限制 但你這個可以來作為自處 那你說跟別人來往怎麼樣呢 就下一句 古之人 外化而內不化 所以我這邊做個總結 就把我們在大綱裡面的最後的結論 四點結論 你把這個了解 就是到莊子的思想 莊子事實上是對於科技 對於人文 他都要超越的 但這個超越不是說你在社會上跟別人互動 你去超越 而是你個人自己 瞭解什麼是人性真正的狀況 修煉自己 不講修煉的話 人都是自然的生物 所以在這裡最後看到四個字 哪四個字呢 每一句話最後那個字 這四個字代表四方面 人生只有這四方面 沒有第五方面 第一個與自己 第二個與別人 就整個人類社會了 人類 第三個與自然 就自然界了 第三個與大道 就是二加一的一大道 我簡單說一下 第一個 學到家之後 尤其學了莊子 與自己怎麼辦呢 與自己要安 莊子說過一句話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你聽到這句話就知道 跟儒家可以對照 在論語裡面 有一個守城門的人 聽到子禄說 他從孔家來的就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成為經典 用來描寫孔子 知其不可而為之 從此以後這七個字 變成孔子的一個象征 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實現 但是我還是要做 為什麼 天命再生 五十二次天命 所以孔子五十一歲出來從政 做得非常好 在魯國只做五年 為什麼 做得太好了別人跟不上 從上面的國君到執政的清 都對孔子有意見 為什麼 你做得太好了 孔子當師寇 管理治安三個月 魯國大治 怎麼樣大治呢 八個治 路不時宜 男女分圖 東西掉地上沒人撿 男生女生走兩邊 不要走同一邊 省得麻煩 孔子負責治安 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很快就做到最高的代理宰相 但是做得太好之後 國君跟那個真正的宰相 親跟不上就不喜歡孔子 為什麼 搞政治團隊 你一個人跑這麼前面 做那麼好 我別人受不了 所以這就是講到這個孔子的思想的特色 至極不可而為之 庄子不一樣 知道事情無可奈何 就安心接受他作為自己的命運 毫不勉強 大勢所趨是這樣子 我跟你勉強有什麼用 今天這個時代 庄子裡面講的太多太多的比喻了 今天如果專門講庄子的話 那種比喻 那種預言故事 太有趣了 像我們常常說的 躺臂擋居 我去勸一個國君 國君就像一輛車 古代的馬車衝過來 我是螳螂 覺得自己很強壯 只能對付蟬的 對付小鳥的 你躺臂擋居擋得住嗎 車一過去把你壓扁了 提醒你說這什麼時代 你自己不可先保命嘛 安之若命 與自己要安 安這個事很重要 什麼叫安 任何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我都安心接受他 你在這個時代 這個社會你碰上就碰上了嘛 你不用羨慕別人 或者你很順利 你也不用去得意 你說你今天倒楣 比你倒楣的人更多 你今天得意 比你得意的人也不少 那就安心接受你這個命運 什麼因果關係 什麼報應 你看 都先放在一邊 你能夠學到這個字 安這個字 生命的煩惱大部分都是自己找來的 你自己能安於自己的話 省了多少問題 第一個 跟自己相處 第二個 與別人要化 化這個字 就剛才所說的古之人 外化而內不化 這句話太重要了 外化而內不化這六個字 什麼叫外化 外化兩個字就包含儒家在內 我外表跟別人同化 我平常不穿西裝的 上台演講 一定要穿西裝打臉戴 這是外化 這樣我一來 你一看就知道是我來演講 因為不來演講的人 很少穿西裝打臉戴的 看到沒有 尊重社會的風俗習慣 大家都這樣認為 你何必跟別人不同呢 道家一定強調 跟大家都一樣 真正的道家 絕不會露出各種特別的地方 所謂的木秀於林 封閉吹枝 一棵樹木比一般樹林更高 不一定把它摧毀 莊子裡面很多這樣的話 植木先乏 乾井先結 挺直的樹木先被砍掉 這個水井的水很好喝 先被喝光 這就是莊子的 無用之用的觀念 第二個 與別人要化 外化沒有問題嗎 跟儒家一樣 大家都照規矩來 但是重要的是內不化 什麼叫內不化 內心不受影響 比如說今天發生任何事 對我有利有害 不受干擾 那別人的事情 莊子裡面講很多話 確實給人啟發 它裡面講到逍遙遊 就提到人生有三個境界 我只講最低的 最低的 我們都做不到就是最低的 另外兩個高的 你想都不要想 宋榮子就說 天下人都稱讚你 不會讓你更振奮 天下人都批評你 不會讓你更沮喪 我的天啊 什麼天下人 一般人就夠了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指導教授 有一位是西方學者 教宗教哲學的 他有一次下課的時候 那天講得特別精彩 一百多個同學 忍不住全班鼓掌 說實在 在美國念書像這種學校 哪裡有學生鼓掌的 你做夢 就那一次忍不住 因為他講得太好了 大家鼓掌 他嚇一跳 我坐在第一排中間 我在美國念書 絕對不敢僥倖 一定做一排中間 給老師正確的印象 讓老師發現你很用功 我就看他臉色變了一下 很開心的樣子 我就心裡想 糟糕 他一定沒念過莊子 果然 他下一週來上課了 以後也都好幾次 下課一定停十秒鐘 看看有沒有人鼓掌 但是從此沒有人再鼓掌了 他就垂頭上去離開教室 我看得很清楚 我就知道 你看一般同學給他掌聲 他就很開心 一般同學不理他 他就很沮喪 莊子說的是什麼 天下人啊 天下人都稱讚你 不會讓你更振奮 天下人都批評你 不會讓你更沮喪 誰做得到 誰做得到 莊子認為這只是 三個城市最低的 人間你要如何相處 還有自然界再往上 所以外化、內不化 內不化三個字太重要了 怎麼樣才能做到 要悟道 道是什麼 道是萬物的來源跟歸屬 所以萬物都在道裡面 整個是一個整體 所以人生根本沒有什麼成敗得失的問題 一個人成功他才可能失敗 一個人失敗他將來才有可能成功 看到沒有 得跟失也是一樣 你只要了解到很多 平常的話 比如說生不帶來、捨不帶去 聽起來很消極 這是事實啊 對不對 那你走的時候 請問窮人離開世界 跟富人離開世界哪一個更容易 當然是窮人嘛 我這輩子什麼都沒有走的時候很清爽 有錢人多難過 哇 這麼多資產 房地產、股票、汽車、飛機 多捨不得 他的死是痛苦不堪 我們死的話很簡單 這個一點都不用在乎 為什麼 庄子說過他自己的情況 庄子快死的時候 幾個學生說 老師啊 你這麼有學問 但是遇到亂世 戰國時代中業 太委屈了 等你不幸死的話 我們學生好好地替你辦一個盛大的喪禮 庄子聽得嚇一跳 千萬不要 天地就是我的棺材 日月就是棺材上面的蓮壁 星星是上面的珠積 萬物都是我的陪葬品 我還需要什麼 學生說不行啊 如果沒有把你埋葬 會不會老鷹跟烏鴉吃掉 庄子說 在地上被老鷹跟烏鴉吃掉 在地下被螞蟻吃掉 你們從這邊搶過來給那一邊 是不是太偏心了 庄子 庄子這本書是我一輩子唸過最特別的書 而這本書真正了解它整個思想的不是很多 不要以為很多學者都給庄子做註解 那個都是好玩的 因為中國的書傳統原來 值得去唸去註解的不是很多 它去註解 但它不見得有整個的系統 所以今天學庄子要學到 第一個與自己要安 第二個與別人要化 外化而內不化 第三個與自然要樂 與自然要樂 也一句蘇東坡說寫的大家都知道 唯江上之心風與三間之明月 耳得之則為生 沐浴之則成舍 取之無盡用之不竭 蘇東坡 蘇東坡說過什麼話 他說我唸庄子才發現 很多話很多話 我想說說不出 唸著庄子一看 他幫我說出來了 蘇東坡這麼有才華的人 他確實了解 與自然要樂 為什麼與自然可以樂呢 因為人間太多規矩 各種麻煩的複雜的情況 難以想像 你活在事業上不累嗎 所以你要多跟自然界接觸 跟自然界接觸 不見得要住在森林裡面 等於是你心中要有一片空曠的地方 讓你可以在裡面 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最後與大道要游 道無所不在 所以人生到處可以游 你絕對不要跟我說 什麼地方風景很好 你要看風景嗎 你要去什麼地方 不見得 你如果有道家的修養 任何地方都值得欣賞 每一個人都值得去欣賞 你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 你到風景再好的地方 的確啊 很多人去酒寨溝 去這個 道路上很多風景名勝的地方 你問問當地人說 太好了 你住這種地方太美了 你到黃山腳下 問住黃山好幾代的人說 你們這邊好美 他說哪裡有美 我還不如住上海 看到沒有 到美國也一樣啊 很多自然界的這個 我們去看都覺得好漂亮 什麼漂亮 你跟它之間沒有任何實用的關係 當然漂亮了 我在歐洲也去過幾個古堡 像這個是比利時的 Brigier是最有名的 到外面去的時候 看到當地的人 我們都很羨慕 因為那這個古堡 地板都是一塊塊石頭的 好像馬車走的那種路 我們看到那邊人家說 哇 你們太幸運了 住在這麼好的地方 他怎麼回答 他說這有什麼好 我們只希望知道 哪裡是郵局 哪裡是洗衣店 我們旅客不用管郵局 洗衣店 我們只要住在別人都準備好的旅館 就有距離產生了美感 就覺得說風景好好 當地人會覺得說有什麼好 我還不如去住布魯塞爾 去住布魯塞爾 去巴黎更好 看到沒有 所有的一些都是相對的 莊子把這個道理說得很透徹 這個四點說明什麼 我們再回到最前面說的 道無所不在 所以我們今天談這個主題 聽起來有一點特別 莊子的科技觀與人文觀 一方面科學精神跟技術應用要分開 這個我們都同意 莊子有科學精神 為什麼 因為他不把人的主觀的願望情感加進去 道無所不在 在蝼夷 在蹄 瓦屁 在屎尿 沒有什麼乾不乾淨 好不好看的問題 在道裡面 都在道裡面 萬無平等的 所以這一點科學精神 跟西方的說法正好配合 但是技術應用 莊子擔心 你應用太多的話 到最後一人到晚想怎麼樣省一點力氣 可以得到跟他的效益 那你省了力氣 省了時間之後做什麼呢 開始無聊了 開始猶豫了 所以現代人的猶豫症越來越複雜 那你是不是知道什麼樣的收斂 很難收斂 這個科學發展的輪子一旦開下去 就跟滾雪球一樣 開始一點點血 後面滾成巨大的雪球 可以把房屋衝垮 所以莊子對這個有所擔心 西方也有學者類似的擔心 那再講到人文 一般講人文跟道家好像比較有關係 但是講人文有個特色 一定需要傳統 你沒有傳統你談不上什麼人文 莊子裡面批評儒家的時候 用了很多術語很有意思 譬如說他批評儒家孔子這些人 你把古代的李悅今天在推行的話 是推舟於路 你把一艘船推到陸地上要他走 船在水裡面可以走 在路上怎麼走 還有一個成語更稍微柯薄一點的 叫做東師孝萍 西師有點心腳痛 捧著心皺眉頭 大家都覺得很美 東師看到大家都覺得他很美 他也來跟著學 害得鄉村裡面的人都刨光了 他講誰 講孔子 當然孔子在莊子書裡面出現的比例多高 你能想像嗎 莊子很喜歡借重古人來說他的思想 他借重最多的就是孔子 老丹 老子是排第二 而孔子被莊子借來的時候 往往是批評一下孔子 或是借孔子來說莊子的話 連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地方演講 講完畢之後有一個聽眾上來問 他說 傅教授 你今天講的這個孔子 他後來不是歸一的道家嗎 孔子歸一道家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 莊子講的 我說莊子是隨便編故事的 你不能把莊子的話當作客觀的材料 記住事實 莊子對於事實興趣不大 他說拿來講自己的想法 預言故事最多了 接著是眾言 借重古人的話 因為你說話誰要聽呢 你說 孔子說 袁迴說 甚至姚順 羽湯 大家才要聽 這莊子的筆法 所以我們今天把這個題材 也算是了落我很多年前的心願 我在1972年 念碩士班的時候 就想到說 你看 科學與現代世界 講到西方的科學革命 為什麼可以出現 前面是悲劇 法律跟信仰 塑造一種心態 叫科學心態 後面才能夠開發結果 而中國這邊 李悅瑟說 道家思想 是中國的科學思想 的一個基礎 根本沒有進一步去發揮 只有在道教裡面 零零星星 有一些火花而已 所以今天特地就 莊子的科技觀跟人文觀 做個對照 希望能夠把這個觀念說清楚 而不是故意強調說 莊子哪裡有什麼科技觀 它對技術是有所戒心的 至於說人文 道家跟人文應該有關係吧 是一種人文教化 也不然 它對於人文的東西 它也有戒心 原來來自於傳統之後 到最後變成是 太多文周周的外表的各種規矩 反而使人的真實的本性失去了 好 結論 什麼是人的真實的本性 道家裡面講到道 是萬物的來源跟歸宿 講到德 我們講道德經的德 德這個字跟獲得的德相通 萬物從道所獲得的是什麼 它保持住 那就好了 萬物都沒事 事實上萬物沒有這個問題 一朵花怎麼可能不做花呢 一棵樹怎麼可能不做樹呢 其他動物都一樣 人不一樣 人的生命非常的奧妙 所以人的德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叫做認知能力 人的德從道所獲得的本性 就是認知能力 但是認知能力有一個問題 一方面讓你可以生存 因為你要分辨有利跟有害 有危險或是安全 可以吃 不能吃 分辨區分 區分之後才能活得比較平安 但是區分之後一定帶來慾望 慾望就是一句話 物以稀為貴 所以整個社會造成各種 見爭鬥爭 後面是戰爭 所以這一來的話 人的認知能力 就出現各種複雜的問題 所以你要提升 把認知作為區分 提升到認知作為避難 避開災難 因為你熟悉的各種認知 後面的慾望的問題 後面就怎麼樣呢 知道什麼是熊 我守住磁 知道什麼是白 我守住黑 這就要做什麼 避開災難 後面就出現了法家 兵法家 甚至所謂的厚黑學 還不夠 真正要把知到第三個層次 認知作為啟明 啟明 一般人講啟明 像啟明學校 是指眼睛有問題 但不要忘記 我們眼睛都沒有問題 但是心靈之眼反而出了問題 你光靠肉眼看不到真正的真相 要閉上眼睛才能張開心靈之眼 叫做啟明 什麼叫啟明 從道來看萬物 一句話就夠了 莊子說的 莊子的秋水邊裡面說 以道觀之 物無貴賤八個字 從道來看萬物 萬物沒有貴賤之分 這下就是從道來看 從人來看的話 那貴賤分得很清楚 但是那是有偏差的 人的話不同時代 不同社會 各有不同看法 到底誰對誰錯呢 永遠說不清楚 永遠吵不完 所以最後是整個 我們今天等於是把道家思想 老裝思想也做一個大致的介紹 因為這是我們學習傳統的經典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跟儒家平分天下的 在文化上撐起整個 一個民族的心靈的 所以我今天做了報告 到這邊告個段落 謝謝 非常非常非常好 謝謝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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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有 我們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